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能将一维及二维表格中的数量资料做处理 好,资料很多,在把资料分类过后再整理,就可以制作成我们所需要的表格 那生活中的资料经过整理,就可以制作成表格 那再借由制作出来的表格提供给我们的资讯 我们就可以处理表格中所告诉我们这一些有关于资料的数量 我们来看看例题部分 月表是大至国小六年四班的暑假作业 请问你从表格中获得了什么讯息呢? 表格的标题,暑假作业列表 好,暑假作业有哪些项目呢? 假期国术综合作业译本,阅读学习单三张 每日这样省五十下,至少哦 每日日记一张,每日做一件家事 阅读课外书,至少十本,完成护照 如果我们可以帮他标示出号码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暑假作业总共就有七项 再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例子 右表呢,是高兴国小六年一班家长参加班亲会的医院调查表 请问有几位学生的家长要参加? 表格出现了 我们在表格看到了 第一个,这个部分呢,座号的部分 从一号一直到二十号 代表六年一班的学生 总共有二十位学生 然后我们用红笔圈出要参加的人会填试 不参加的人会填否 所以红笔圈出的都是要参加的家长 我们来数一数有几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透过圈,红色圈出来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全班有二十位学生 那要参加班亲会的家长的学生呢 总共有十一位 那再看到了另外一项讯息 同样是六年一班家长参加班亲会的医院调查表 请问不参加的家长有几位呢 我们可以透过用蓝色笔圈出否 代表不参加的人数 我们来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样我们就知道 家长不参加的学生 总共有九位 这是就是从表格里面提供给我们的数量资料哦 好,我们来试试看 其他的表格可以怎么样看出他的数量资料呢 下表是比康水果店的价位表 请问哪一种水果最贵 哪一种水果最便宜 我们来看到表格这里有名称 水果总共有草莓、柿子、西瓜、番茄和香蕉 那它的价钱标示在这里了 草莓是220元 柿子50元 西瓜180元 番茄40元 香蕉30元 我们从表格里面可以看到 最贵的水果是草莓 因为220元数字最大 那最便宜的水果是香蕉 因为30的数字是最小 它刚好对应了香蕉的部分 所以最贵的水果是草莓 最便宜的水果是香蕉 这样你看出来了吗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我们可以怎样从表格中看出资料呢 小廖一家人到李康小吃店 买了两个大碗的牛肉面 和一碗小碗的意面 总共要付多少钱 好我们看到了表格里面 它所卖的项目名称有 牛肉面、炸酱面、羊春面、意面和牛肉汤面 那大碗的价钱 牛肉面是120元 炸酱面80元 羊春面45元 意面40元 牛肉汤面65元 那在小碗的部分 牛肉面是70元 炸酱面是50元 羊春面是35元 意面是30元 牛肉汤面是50元 那我们先找找大碗牛肉面的价钱 120元 还有小碗意面的价钱 找到了意面 找到了小碗的价钱是30元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两碗大碗牛肉面的价钱就是120元 乘以两碗就是240元 小碗意面的价钱呢 就是30元 乘以一碗也是30元 总共付的金额就把两个价钱相加 240加30得到了270元 所以点了这些餐点之后 总共要付270元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下一题哦 那小妮一家人来到了比康小吃店 买了一个大碗的牛肉面 和三碗小碗的牛肉汤面 和一个大碗的羊春面 总共要付多少钱呢 我们一样看到了价目表的部分 我们先找一找大碗牛肉面的价钱 再来找一找小碗牛肉汤面 先找到了牛肉汤面 找到了小碗的价钱 再来羊春面 它是大碗的价钱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算 一碗大碗的牛肉面 是120元乘以1 再来 三碗小碗的牛肉汤面 是50元乘以三碗 150元还有一碗大碗的羊春面 价钱是45元一碗 所以是45元 那总共要付多少钱 就是将这三个数字相加 120加150加45 得到了315元 所以总共要付315元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重点整理 能将一维二维表格中的数量资料 怎么做处理呢 第一个可以透过表格提供给我们的资讯 我们可以处理表格中的数量资料 从其中的那个资料提出我们需要的讯息 接下来能处理表格中的数量或者是资料 就能更进一步根据数量的资料 做出计算或者是绘制出各种的统计图表 好这一节课就上到这边 下课咯我们下次再见